武艺出神入化 兵器难得一见 南少林武术博大精深 传递修身、正心、慎行、守得的武道精神 讲述您不知道的现代武林密室 泉州电视台春节巨线 四孔武林新传敬请关注 南拳中的象形拳有很多种 像虎拳、鹿拳、狗拳、猴拳等等 不过今天要带您去看的是螳螂拳 意外吧 一只小小的昆虫居然也可以成为人类的师傅 用来发明一套拳法 泉州螳螂门的负责人就是眼前这位朱心拳师傅 就请他给您介绍一下螳螂拳吧 朱师傅告诉记者 南拳中的象形拳大部分追求的是神形兼备 螳螂拳中就吸取的螳螂身形的晃动和钳足的特点 大家都知道 螳螂钳足的形状特别像镰刀 回弯的特点利于它捕食和防御 为了突出这一特点 在螳螂拳中手部的动作也非常特别 怎么样看出来了吗 这螳螂拳用的既不是拳也不是掌 而是手指的双钩 由于手指比较脆弱 所以螳螂拳主要攻击的是敌人的眼睛 咽壶腰部等比较柔软的部位 但手指再怎么练 终究敌不过兵器 所以螳螂门有一个毒门密气 那就是铁手套 别看着铁手套笨重 通过练习达到运用自如后 就可以成为攻击敌人的好武器呢 不过朱师傅说 要想练得好可不容易 少说也得有十几年的功力 看来暂时是用不上了 只好先请您一保眼福了